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共领导人 晚年的张国道张国道这个名字 有人可能很熟悉 有人可能很陌生 他曾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 昔日红四方面军和额玉丸苏区的最高领袖 也是中共历史上最有名的叛徒之一 他既有过投身革命的英雄人生 也有过为人不齿的叛徒生涯 更有着令人唏嘘的凄凉环境 张国道家曾是当地的豪门望族 张国道父亲曾任浙江省审判厅推示等职 全清一方 其护居始建于清康熙59年 即公元1720年 占地约26亩 建筑面积约6800平方米 共有108节 有48条理论和48个天井 把整栋建筑联为一体 在鼎盛时期曾十分繁荣 李晨扮演张国道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离不开一批创始人的策划和运作 中共一大的精神领袖是南辰北里 实际操作是一张张国道二里里的 李汉俊 陈独秀 李大钊 无疑是中共的主要创始人 但地位仅次于南辰北里的张国道功不可没 张国道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过去之所以对此刻意回避 主要是张国道后来犯了大错 背叛了党 但公是公 或是公 二者不能奉为一谈 更不能以后者否定前者 张国道对中共的创建是有重要贡献的 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参与了中共创建的筹备工作 二是主持召开了党的一大 三是领导了党成立后的全国工人运动 毛主席和张国道在延安 后来张国道在武汉宣布脱离共产党 各报刊昨时热闹了一阵之后 渐渐停静下来 蒋介石对张国道的投靠 开始也高兴了一阵 戴笠把张国道安置在武昌的一座小洋楼里 并委托张国道的同乡 武昌警察局长蔡孟坚负责保护他 当时负责中组部的陈云 告诉还在延安的张国道的夫人杨子烈 张国道叛逃了 杨子烈十分吃惊 当即痛骂张国道不仁不义 又表示自己要去寻找 一定到武汉把张国道找回延安 据说杨子烈离开延安时 毛泽东曾意味深长的 要他转告张国道一句话 我们多年生死之交 彼此都要留点余地 建国之后 毛主席曾想让张国道回来 担任国家的重要职务 他没有实现 张国道纪念被刘少奇 以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名义传下话来 张国道愿意回来是可以的 中央是欢迎的 但是他必须首先写一个报告给中央 深刻检讨他在历史上坚持自己的错误路线 提出改过自新的保证 以表示自己的决心 后来负责这件事的中间人给刘少奇的电话说 张伯伯这几天身体不太好 他说这件事且搁一搁 慢慢再说吧 他要我谢谢你们 最后张国道还是没能回到大陆 由于当时张国道已经没有了经济来源 在一个寒冷的夜晚 张国道冻死在了加拿大的一家养老院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老师